我好喜歡這個東西 這是我唯一可以講的事情 不管前面講的 暈船的事也好 寫歌的事情也好 談不及其他事情也好 就是我發現 面對自己的內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那不就好了 你是聽不到任何的線索在那個歌裡面的 但我覺得這樣還蠻棒的 這是我喜歡做的方法 我也沒有要一直暗示說 我有寫一首歌給你 Boring 這太無聊了 寫歌是為了我自己 就這種感覺 我很喜歡那個日本的女用的那一些髮型 它會很有空氣感 很適合我的髮質 結果這次就是買了一罐那種難用的那種髮油 試看看吧 我這樣不輸油頭 但是我可以做一些造型 結果沒想到 欸我超喜歡這款髮油的質地 之前不知道 為什麼又沒有試過 哈哈哈哈 我覺得認真的人最帥 認真的人最美 哈哈 嘿 大家 我是Dicko 今天是 這一集我們是當做Podcaster在錄的第二集 如果你很喜歡這種風格 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很多人留言 我感應就用麥克風再多錄一軌 更貼近 ASMR 在你耳邊講話的感覺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 比較喜歡那種方法 或是品質的話 請跟我講 我再來做 但 因為目前我很喜歡那個Room South 因為我覺得這個聲音很自然 就比較有一個 跟朋友在聊天 你跟我聊天 你不會在人家耳朵旁邊聊天嗎 所以我知道那是另外一種感覺 有一種陪伴感 親切感 但目前我還是比較喜歡 這樣子的方法來分享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另外一種方法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我再做一些 嘗試 不同的做法 這樣子 嘿 大家好 這一集也是我第二集 其實我每一集 之前的影片也是 我都很想讓大家可以用聽的 可以聽得出來 或是有一些收穫 或是說到底在幹嘛 而不是說 我舉了一個主題 魔法吉他 BS魔法吉他 然後就過去了 然後大家也不覺得說 我因為這個影片獲得了什麼事情 那代表那個影片沒什麼用 就只是我在那邊自嗨而已 那我幹嘛 嗨那麼久 對吧 我不是弄個30秒 就告訴你說什麼吉他特色怎麼樣就好了 甚至還可以10秒鐘就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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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哪一把比較好聽請按讚 之類的 呃 沒有 為什麼要談那麼長 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 自己判斷 那我覺得自己 能夠自己判斷的這個自由還蠻快樂的 它不是一個標準答案 你可能喜歡A的聲音 或喜歡B的聲音 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你就接受它 我上一集節目中 我分享到說 最近因為暈船的關係 我坦白講一件事情 我不是一個無欲則剛的人 哈哈 我是一個正常人 我有自己的情感 我這不是一個冷血毫無情感的頻道 我不是喔 一直都一直以來都不是這樣 我知道我很喜歡跟各位朋友們聊天 分享我們生活中熱愛的事情 但是我也是有情感好不好 我不是沒有情感的影片機器 或吉他機器 我那個有點無趣 那樣的人生就不會叫即興人 就能夠叫 悲慘人生 哈哈哈哈 大概是這種感覺 悲慘世界有沒有 你剛剛弄個黑白畫面之類的 然後呢 上一集的影片中 頻道的節目中 我分享到說 欸 我有點發現 原來我不知道我那麼喜歡彈木吉他 不是為了某個音色 也不是為了說 欸可以做比較多的案子 然後有不同的 音色庫 可以幫人家錄不一樣的東西之類的 我反而在這件事情上面得到很大的療癒 在 上一集有聊到說 齁 在不干擾他人的情況下 喔 因為我不是那種 那是我自己的個性 或是我選擇死然的 我不是那種 會一直 傳訊息給別人 那個不管那個人是朋友 或是我喜歡的人之類的 我不會一直傳訊息去刷存在感 說喔 我跟你講我今天怎麼樣之類的 因為我自己不是那樣子的人 如果我們真的齁 後來交往 我們會再做這件事情 但是一開始 呃我跟你很熟嘛 然後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喜歡被人家打擾 我不要講騷擾 有點嚴重 打擾就好 今天我已經經歷過一天的生活 一天的工作那麼類的 那我就不要去 打擾別人 也不希望有人來打擾我 會很火大對吧 那這個人今天是異性或同性 我覺得基本上應該差不多 喔 就是 你就真的很 聊得來很有緣的話 就 多聊幾句 沒有的話就 順其自然 我知道有一些人會教學 怎麼說 你要每天聊啊 讓他怎麼樣怎麼樣 讓他習慣你的存在啊 什麼之類的 呃那個我只能說 就是他他開心就好了 如果 有其他朋友開心 那 OK 何妨這樣子 但 那不是我的路線 也不是我的個性 啊然後 後來隨著年紀的關係 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 的 說成長或收穫嘛 是在於說 呃 我接受了我 喜歡什麼樣的事物這件事情 我喜歡什麼樣的態度 所以不管人或 其他的 就像 自然環境也好 像旅行的方法也好 我有自己我喜歡的方法 所以 我很討厭去強加我自己的東西 給別人 所以之前我就 那個系列影片 喔我不教你彈吉他 之類的 所以 為什麼我要 逼你說這個東西超實用 我之前是做什麼很不了不起的事情 我是得到什麼 葛萊美的歌王 葛萊美最佳 什麼之類的 沒有啊 那在那個之前 我覺得 我如果來講說我教你來做什麼事 都有點為時過早 因為我現在還在學習跟探索的階段 我太早以這個身份自居的話 我覺得會有不好的影響 人生上或音樂上都是這樣子 不管你的專業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們要用專業態度來 要求自己 但不是用那個 自覺自己很專業態度去 傲視別人去傲慢這樣 我很討厭這種做法 至於有誰這樣子做嘛 那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然後那是人家家的事情 但是我 可以決定我不要來這樣子做 所以我一直很怕這個頻道 會有一天變成那個走向 就是 我跟你講我超厲害 我跟你講我很有名 所以我講都是對的 聽我講對 聽到對 不要多想 買下去 這個東西超棒 我跟你講 打爆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很害怕頻道變成那樣的走向 別人怎麼做 不敢我的事 但是我會盡力致力於 不讓頻道變成那個樣子 因為我們一直很反感那樣的內容 情感上也是一樣 感情上也是 所以 我也不會說 我一天寫很多首歌 去傳給誰 然後說 哇 我跟你講我多麼喜歡你 多麼愛慕你 之類 有些人喜歡那樣子 但是 我自己不太喜歡 所以我不會這樣子做 就是 如果你真的頻率很大 很合得來 那再講 但 在之前的階段 我 只想要好好認識這個人 那我選擇用比較良性的方法來認識 我不是說去打擾這件事情 所以我很討厭有人來打擾我 至少我自己的主觀立場出發就這樣子 所以 呃 我只確定一件事情 我不會後悔 我不會覺得說啊 當初我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或是我太消極了 我只確定這件事情 其他的 交給緣分 呃 你說這樣是不是有點那個 不知道咧 但對我來說 這是我最喜歡的答案 呃 有的人很喜歡窮追猛打的做法 啊 也有些人很吃那一套 啊 那個我 不與自貧 喔 對 不與自貧 那開心就好 他們開心 他們自己很喜歡 喔 歡喜感玩 那OK那他家的事情 對吧 我們 終究只能為自己的事情來做選擇跟負責 我沒有要為他的行為負責啊 他也沒有要為你的行為負責啊 所以你去 呃 Copy他那一套 有時候都會致死惡果 呃 在我很蠢的時候 我做過類似的事情 那你沒什麼好下場 所以勸大家不要這樣做 呃 當然現在想一想 那個也沒什麼大法 但是 我現在很清楚知道 我自己要什麼樣的東西 那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尊重 一個尊重 所以我不太喜歡怎麼去謠傳 喔 我跟誰誰誰怎麼樣 或是誰誰誰怎麼樣 我 我恨透這件事情 所以我當然不會去 一是講別人這樣子 二我會討厭別人來講 所以我也不會去放什麼類似的風聲 然後你再覺得說 欸你是不是跟誰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care這件事情 好不好 要我就直接來 要自己做 自己當 齁 跟小丁做事小丁當一樣 一人做事一人當齁 大概是這種感覺 有一點叫小好不好 就 我 因為我可以 然後我自己承擔那個後果 然後除了我們之外 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情 這是我覺得 長大最棒 因為以前國中的時候 高中甚至大學的時候 就 欸我喜歡那個誰 怎麼辦啊 他的反應啊 欸怎麼辦 我該怎麼怎麼樣啊 怎麼邀請什麼之類的 現在我沒有很許 呃 一是時間也過了 二是 那個 那一些你說你的同儕們 你的朋友們 或是大家心境 跟大家的成長也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都過那麼久 你還去走一 之前那一套 真的有一點 哈哈 很像走回頭路你知道嗎 就是國中這樣做 你現在還這樣做 那不是很奇怪嗎 好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 我也這一次沒有去爭詢說 欸欸欸欸 我最近有一個心理上的煩惱 或是 欸欸欸欸 我的兄弟姐妹 你不能聽我講 真的 我不在乎 我覺得自己消化這些事情 因為終究還是 我的心意 或是我的想法 或是為什麼我會 暈船 這件事情 是我自己的事啊 當然有的人很喜歡去聊 那給他們去聊吧 但是我自己 沒有很喜歡這樣做 然後呢 在這個同時 欸我發現 好那我想寫歌來抒發一下 然後不是寫那種很可怕 控制狂 跟蹤狂那種歌 就是 什麼什麼怎麼樣 對你多麼了解 什麼的 我不寫那種內容 但 在這個過程中 我發現我很喜歡自己 所做的事情 因為你會 你會一直在交戰說 我喜歡這個 我不喜歡這個 我想這樣做 我不想這樣子做 我覺得這個過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成長 沒有聽說是成長喔 剛剛前面講的 我們不應該止步 也不應該自傲 傲慢 自滿 那同理嘛 不管是 音樂上也好 人生上也好 你不會在這個時候就成熟了 你知道嗎 或是什麼 已經畢業了 那畢業就是 掰了就走了 好不好 那一天才叫做完整 圓滿了 好不好 那個才叫圓滿 現在還沒還早了很啊 那我們就不可以用這種心態來做 所以我就開始在寫 但 我又想不到要寫什麼 就寫一些很簡單的和弦 所以上次分了 然後就 我真的好喜歡自己的開放和弦 會讓我聽起來很會彈吉他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說 原來我其實不知道我那麼喜歡彈木吉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然後我就順其自然去 嘗試 更多的 不論錄音啊混音啊什麼之類也好 關於木吉他的表現 跟關於我唱歌的表現 或是我想講的歌詞內容的表現等等的 所以你百分之兩千放心 你是聽不出來在講誰 也不會有什麼任何的什麼 你是聽不到任何的線索在那個歌裡面的 但我覺得這樣還蠻棒 這是我喜歡做的方法 我也沒有要一直暗示說 我有寫一首歌給你 我直接 哈哈哈哈 Boring 你知道嗎 這太無聊了 寫歌是為了我自己 就這種感覺 不然會變成情樂 你知道嗎 我為你做了那麼多 我們都很怕這種 或者有人不怕 那個不干我的事 但我怕 這種最可怕的 強加自己的意念給人家 這個已經無關乎年齡 或無關乎性別 這東西 相信應該大家都心有其心 應該就不用多解釋 然後我們很討厭這樣子 所以我也很討厭 當然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的概念 結果我都發現 欸彈這東西好好玩喔 那讓我想到 那為什麼之前我沒有那麼喜歡彈母吉他 啊很簡單嘛 我沒有 找到我喜歡的東西啊 跟人也是啊 為什麼你會發現 這幾年在頻道上 幾乎沒有聽過 提過情感這樣的字 無情的 吉他頻道 因為沒有發生 因為人沒有出現啊 對吧 對吧 再合理吧 這是我自己的 有趣的心得 像奇怪過了這幾年 好像過得很清心寡愈 又很簡單 這個答案超簡單 這把吉他沒有出現之前 我不知道我那麼喜歡彈母吉他 我不知道那麼喜歡用手指彈 按Pick彈另外有韻味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美是 你可以感受你的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力道 指腹 指尖指甲 分解和弦 Pick的或手指的 雙音單音之類的 關西和弦到一麥 我可以彈超久 很快樂嘛 聽他的聲音不要急 不要急著去換下一個和弦 不要急著去做一些什麼 什麼東西之類的 如果是 因為我喜歡 我覺得這樣很好玩 所以我做 但如果我沒有那麼喜歡 那我就不要做 我把時間拿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聽起來這 天經地義啊 這有什麼好講的 但我覺得這樣 回顧十幾年前 都要小屁孩 我完全跟他較勁 喔喔喔很厲害喔 之類的 這樣想起來很好笑 但國高中 甚至大學 我都很常常做這種類似的事情 我超強 其實沒有人在乎 說真的沒有人在乎 但是你可能 為此做了很多很低能的蠢事 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想起來很好笑 沒有 真的不必要 但 在這件事情上面 讓我回想起來很多的感觸 欸 而且像你可以看 回顧之前我所發表過 任何作品當中 沒有一首歌是情歌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沒有嘛 沒有發生過嘛 那 如果沒有那個情緒跟那個 感覺 那我去做完一次 就變成在講屁話 我這樣那個空穴來風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反正就是無關痛癢的事情 我一直很討厭這件事情 所以我去實踐這個做法 我很開心這個結果 我不是說 啊我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我喜歡我做 我不喜歡 只會有機會再試看看 就那麼簡單 所以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也知道齁 你說情歌 你說巴拉歌之類的 甚至木吉他彈唱 今年我可能會去做一個 木吉他彈唱的巡迴 都是新歌這樣子 你說為什麼 因為機緣到了 感覺到了 時候到了 我沒有感覺過說我會那麼堅定的 木吉他自彈自唱 直到最近 才發現說 欸我對這東西那麼有興趣 實際成熟了 所以我不會說是因為 啊因為大家很喜歡這個風格 所以我去做這件事情 我跟這件事情對抗很久 也不是說 喔我很清高 或說啊我不隨波主流 沒有我不在乎那件事情 因為那件事情對來說 沒有 不是很有感覺啊 那 這個問題就回來了 就是到了什麼 外觀的話 像頭髮 像鬍子 像眉毛的形狀 像髮圈 像手錶 像吉他 像我穿的每一件衣服 到這個房間 你畫面中 看到所有東西包含燈光 就包含為什麼外婆的相 還放在桌上一樣 那張相放在那邊 大概已經十幾年了 以前這個地方在我 畢業退伍回家之前 這邊是廚藏間 是我們家裡開放式的書房 所以 我們這邊是一個角落 你知道嗎 角落生物就是我 那個方向跟那個方向 你看到奇怪 我一定要轉鏡頭 沒錯 今天就可以偷偷告訴你 很久以前講過 沒有人在乎 沒差 我在乎 的這種感覺就是 我 所以基本上那個地方 沒什麼 絕對的隱私權之類的 所以你有時候錄一錄 可能家人會走過去曬衣服 或是什麼之類 或是走進房間 什麼之類 那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畢竟這是大家生活的空間 所以我一直都是拍這個角度 好 然後之前這裡就是幾個桌子 很多什麼教科書 之類的一個狀態 直到回家的時候 我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小空間 慢慢清 也花了一年兩年的時間 慢慢移動 然後慢慢的說 整個這個斷舌裡 或什麼也好 慢慢的移動 才有後來看到這個空間 所以這空間 其實你看起來好像很大 都沒有 其實一瓶左右而已 全部的精華都在這 有時候我會放在地上開箱 你可以看到旁邊的其他畫面 找到這地方真的沒有很大 甚至我在這個地方健身 每次都很想撞到桌子 撞到琴盒 撞到琴架 撞到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開玩笑 所以你沒聽錯 啞鈴不會擺在這裡 所以我健身的彈琴的拍影片的錄音的畫面 的整個場所都在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空間沒有到非常的巨大 或非常的奢華 所以你看到沒有整個acoustic treatment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連隔 連隔間都不行了 你說要做整個的隔音 這件事情很奇怪 但是我還是盡力去做一些 我能夠負擔 然後比較有變動性的 因為我不是說我超專業 所以我一做就一定會是對的 我希望說不要黏上去 我想試看看效果如何 雖然我現在很滿意這樣 然後回到這個外觀上面這些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 你自己沒有嘗試過之前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包含說我最近分享過 很可惜的是那個Las Paul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那麼喜歡 每一場Las Paul的聲音 你看哪怕我彈過那麼多次 每一場Las Paul了 去敦煌跟紅塵哥借的時候 再更早一點 幾年前 小管歌 也是讓我彈那一把Las Paul 每一場Las Paul extended60的neck 然後金螞蟻 然後其他很多很多的地方 很多樂器行業好 朋友的Las Paul 反而倒沒什麼彈過 的感覺這樣子 我真的不喜歡 我很喜歡Las Paul 但我不知道我那麼喜歡 所以我先買了Fender Custom Shop 甚至這把木吉他 不然如果我早知道那麼喜歡 我去年就買 甚至很早很早以前 直接直上一把每一場 因為是extended 因為我不知道我那麼喜歡 好這就是人生中小巧的遺憾 啊跟吉他也是 所以上一集在分享說 如果十年前 我可以回到過去跟自己講話的話 我想跟他講說 你就好好彈手上來打吉他就好 就是 其實我一直都好好彈 也沒有多吉他可以彈 但是就是 心態上 享受他 彈開放和弦 就彈開放和弦 沒有關係 移掉甲 就甲吧 沒有關係 我不要給自己一個什麼 我怎麼樣 我很厲害 我不需要什麼之類的 嘗試看看 嘗試看看 所以我應該早點 投資一個好一點的移掉甲 像這個 沒有業配不用緊張 沒有連結 所以你也不會有折扣 我還買了雕花款 信仰充值 啊其實很快就養花了 有點好笑 應該不要買雕花 設計師款這樣 都花了好幾百塊 如果你買銀色又不是那個 幾乎可以省塊一半 這個我借兩千多 如果你買銀色款的橘色 那我借一千出而已 很棒的價格 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你喜歡的聲音就去彈吧 沒有人會笑你 啊你怎麼都只會彈那個 因為我感覺 就是因為你自己喜歡嘛 因為我喜歡 那麼簡單的一個動機跟理由嘛 它不是一個什麼 冠冕彈簧 多麼高大上的 什麼 理論也好 什麼也好 就是因為我喜歡 沒了 沒有更多的事情 我就跟 欸這一條我 買了超級久的背帶 一直很細 一直不知道拿來怎麼做 現在可以拿來談目的 因為這把琴真的很輕 這邊這樣 鬆掉 直接接住 有沒有 這絕對不是戲劇效果 快嚇死了 這樣的感覺 我還滿熱的 欸包含今天這個髮型 日本旅行 買的髮油 對它是髮油 欸它不是髮膠喔 之前我說我很喜歡那個日本的女用的那一些髮膠 它會很有空氣感 很適合我的髮質 結果 這次就是買了一罐那種難用的那種 髮油 試看看嘛 我這樣不輸油頭 但是我可以做一些造型 結果沒想到 欸我超喜歡這一款 髮油的質地 之前不知道 為什麼 又沒有試過 哈哈哈哈 就很多東西 像不管產品啊 不管或什麼事物也好 就是 你沒有親身體會過 跟親身嘗試過之前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 就像我之前沒有留鬍子 是因為 我覺得留鬍子沒有很好看 因為我都看別人嘛 直到我自己留 欸還不錯 所以就留到現在 啊頭髮也是嘛 衣服也是嘛 以前我也很討厭穿襯衫 很多猴子喜歡穿花襯衫有沒有 一直到發現 我就是猴子有沒有 哈哈 我發現說 欸我好喜歡 穿這樣子的衣服的感覺 有沒有人在乎不是很重要 啊當不當猴子也不重要 但是我很喜歡穿這樣子的衣服的感覺 比起素色的襯衫 我更喜歡這樣子的襯衫 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我喜歡花襯衫 啊至於花襯衫定衣什麼 那個我也不是很在乎 但是我很喜歡這樣的衣服 我也很喜歡把襯衫捲起來 哈哈 的這個感覺 讓我覺得很自在 很舒服 欸我覺得在工作啦 或是在什麼 一些比較規範的場合 那學校啊等等的 有什麼過高中之類的 你說在那樣的環境當中 你沒有辦法好好的發揮 或是好好的 Do whatever you like 那就算了 但當你 比方說你放假了 比方說你畢業了 或是你現在是GAP業的狀態 或什麼等等之類的 你就去做你喜歡的事情 跟你喜歡的樣子 去試看看吧 看你喜不喜歡 啊先不要投太多成本 像你不要一次買20件花針針 發現自己不喜歡 或是自己留長頭髮 留了兩年 發現自己覺得很蠢 之類的 就試看看吧 你可以不用留那麼久 大概留一半 就知道說我自己這樣子 不太好看 那就OK啦 得到你的答案了 欸又又健身又手錶 以前我不戴手錶 因為我覺得手錶不好看 而且我不知道一手錶那麼貴 不知道在貴什麼 直到我自己戴手錶 直到我終於存到了 欸手錶 喔 有一個奇怪的感覺 然後等你戴了 就會發現 啊我戴手錶 發現大家都在戴 呵呵 早就不稀奇 可是對我來說很稀奇 因為我 我找到我喜歡的東西 啊吉他也是 我找到 欸我喜歡的木吉他 是這個風味 啊當初我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 跟Martin做一個比較 但我還是很喜歡這把琴 這個毋庸置疑 呃至於Martin 很久很久以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這樣子 來做這個嘗試 欸 蠻有趣的 可可菠蘿 呃很有趣的一把琴 我會Standard tuning 我有把它降過弦 那就覺得聲音聽來不太對 所以後來又調回來 Standard 我沒有特殊調弦法 我也沒有特殊的功力 可以去教育這把琴 但在這把琴身上 我找到了我最喜歡的木吉他的音色 我只好看起來很低端 都在彈OpenCore之類的感覺 我還努力的 努力進步中 但是我發現我彈這幾個OpenCore 開放合情 讓我覺得好快樂 很安心 很坦然 然後會讓我想要唱歌 想要寫歌 然後我可以很自然的 面對我的內心想要去表達事情 這個我覺得是這把琴帶給我最大的禮物 反而在像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可能不方便彈電吉他 不方便開音響 開真空管音箱 開監聽喇叭等等的情況下 他的聲音剛剛好 這是我之前的夢想 就是這樣子 就是木吉他的投資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就現在還真的是這樣 而且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是如果你一直覺得自己電吉他共鳴不夠的話 或演音不夠 歡迎彈木吉他 超大聲 對吧 而且你彈怎麼樣 你就不然找藉口看他 說那個Gam很大 什麼之類的 什麼吉他 都在上面了 而且也要都會直接聽到 就不能在說 那個效果氣雷火 那個中間刺痛 什麼音響什麼不合 什麼什麼音場 什麼話都沒有 木吉他也要音場 我好想這個東西 這是我唯一可以講的事情 不管前面講的 暈船的事也好 寫歌的事情也好 彈木吉他事情也好 就是我發現 面對自己的內心 是件很快樂的事 那不就好 在這個同時不要去危害他人 不要去 不管是 危害這個社會 或危害某個人 什麼之類 不要做這種事情 有緣分就會發生 沒有緣分就欣然接受 但是不是很天經地的事嗎 如果你硬要 某件事變得怎麼樣 或硬要某個人接受什麼樣 那個叫做情勒 或是 會把什麼壓迫 什麼 強制 什麼之類的 Why 很無聊耶 不是嗎 這樣真的很無趣 就像我這樣說 你一定要喜歡 你剛才我講那麼久 你怎麼可以不喜歡這個影片 我不喜歡這樣 就是我只能夠盡力 隨時隨地盡力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分享說 我真的很喜歡這些內容 講的內容 自己看起來的樣子 這把木吉他的故事 然後我的故事 我分享的事等等 欸 我再來分享 如果我自己看來覺得很噁心 我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在那邊扯什麼 我自己覺得不知道在說什麼 不知道在那我幹嘛分享那樣的東西 尤其是可能會有很多朋友 很認真 哪怕一個也好 不用到很多 一位就好 很認真的 聽完我講的每一句話之後 發現每一句都會批話 這良心上我過不去 哪怕只要有一個人這樣覺得 我覺得就好可惜喔 結果我浪費了他的時間 我更希望的是 我可以分享一些事情 去幫助他 或幫助每一位朋友說 避免人生中一些空耗 空轉的一些場合 或是 白費的 有點可惜 也明明你喜歡的是這個 但你卻用了一些理由去找這個 沒有 我們就 面對他 勇敢的接受 結果也好 過程也好 去 探索 就像我 面對自己 談木吉他很低能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讓我覺得很快樂 因為 我就低能 所以 我想要進步 但我也同時很享受這些基本的東西 那如果我基本都 我也不用說 喔我要把基本練好了 之類 我不在乎那個事 所以我很少用練 這個講法 我享受其中 我無時無刻 哪怕都把其他心情就很好 插情的心情也很好 彈一彈還會自己 情不至今想要唱歌 想要錄音 我想要記下來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彈電吉他 彈木吉他 或彈電腦 或什麼事情都好 還有彈什麼 真的很快樂 去分享這件事 包含分享這件事情的過程是很坦然的 我不是說 我還要看稿 所以可能看到奇怪 為什麼可以在那邊扯30分鐘 不用看稿 因為那實話 我就只能夠分享我所知道的事情 跟我喜歡的事情 剩下的事情 就不是我的控制 我只能夠盡力做好前面兩件事情 然後享受其中 那彈木吉他的時候也是嘛 我們先至於於人 如果有機會分享再分享 沒有機會分享就自己開心 先開心你才會動力繼續下去 所以這也是我想跟十年前自己講的 一段話就是 你自己談不開心的情況下 你就不要去想 人家會覺得你很厲害啊 會覺得你很酷啊 直接不要去想那個 好不好 你自己都不開心 到底會有誰覺得你酷嗎 對不對 有的話也蠻奇怪的 雖然有很多次是不講理的 但是就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應該要更早開始享受 木吉他的聲音 我知道是因為價位的關係 因為等級的關係 因為做工 因為什麼blah blah blah很多的因素 但是 我還是應該當初十幾年前 可以讓人家把木吉他更好聽 更投入其中 雖然我是這樣講 但我也是那個時候彈了兩三年之後 才終於考上告終禮物是電吉他這樣 那是後面的事 但是木吉他一直不太好按 這是事實 但是不太好按什麼情況 因為封閉和弦不好按 彈起來有奇怪的打弦聲不好按 可不可以解決 當然現在尤其各位朋友來說 一定有辦法解決 一定有辦法可以克服 但當初的我 因為沒有克服這些事情 導致了 我到今天那麼晚才發現我那麼喜歡木吉他 這不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嗎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發生一樣的事情 就是你喜歡一個東西就去好好的喜歡他 好好談好他 你很喜歡上台演出 你很喜歡寫自己的歌 就去寫好 先不要太在意別人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做好他 你自己享受其中 有一天實際來了 就有分享的機會 用分享不要用展現 哦分享的機會 台上觀眾也是分享 跟朋友們分享 不是說啊我是台上演出者 所以我最厲害 我最酷炫什麼之類 沒有 而是 欸我這個東西我能不能問心無愧 跟朋友們分享 然後如果大家不喜歡 沒有關係啊 這是一個風度 啊我也得接受說大家覺得 啊最近開始對OpenMind有些興趣 這樣子 欸有蠻有趣 跟一些有接觸這樣 哦 我講的消耗不好笑 OK 加油 修改改進就好了 不用說啊我為什麼你們都不需要 你聽起來很可笑對不對 但音患的音樂就怎麼變成這樣子 我那麼認真的 為什麼大家不覺得歌好聽 因為還不夠 再加油一下 我覺得這樣的心態會讓我在 整個努力的過程當中 所以在 改腳本的時候 我反而不會覺得很難過 或整個 欸錯了就改錯了就改 不夠就改不夠就改 像 文學獎或像寫詩寫閃文等等之類也是 改 我不管之前寫的 因為都我自己寫的 我以為是我自己改的 覺得還不夠好就改掉 它可以更好 更接近你心目中喜歡的樣子 一定可以的 好 感謝大家收看這集塊30分鐘準備要結束這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 我一定告 好 拜拜再會 拜拜 拜拜